歡迎收看我伯科恩拿鐵頻道 今天要繼續玩手遊P5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這場要玩團隊突襲試一下N1887的熱帶英姆塗裝 他這塗裝的話是傷害跟精準提升一格 射程降低一格 這場就來實測一下好不好使用 因為之前N1887其他的優勢就是近距離跟中距離 他都可以很容易的打到敵人 他算是可以打得很遠的一把槍 然後像塗裝的部分 現在除了這把以外就是新的湯普生還沒有出塗裝了 所以就以主武器來講 然後我現在前面第一場可能還沒有辦法 前幾場可能還沒有辦法買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多殺一些敵人 才能夠試這把槍 好等一下就來實測一下 我先調一下按鍵位置 因為每次玩的時候都要試一下手感位置對不對 然後閃彈槍其實我平常比較少拿 就看模式 然後實測的話呢 就就是要試一下手感好不好 哦敵人都在前面 哎呦呦等一下 手上面好了 中不了 找一個 OK走 哇就倒了好像空泉流了 又是空泉流 對方都裝那個自上全速啊 看起來是自上 哇 什麼多個 完了不行 先跑先跑先跑 完蛋了 好沒辦法 剛跑不掉了 他們這場應該蠻多用空泉 我們隊友直接都是被全球打倒 好第二場呢還沒辦法買 我們先買湯普生就可以了 湯普生過度期啊 有拿鐵 哎有觀眾有觀眾 好加油加油 我們順順玩 我先調一下位置 這跳躍鍵要調高一點點 今天大家如果未來遇到拿鐵啊 遇到我的話啊 不要跟著我走啊 因為很容易就輸了 貼著我走的話呢 敵人都知道我在哪 太好 這場的那個 玩家都沒有跟著我走 他們走自己的路線 因為我是比較偏那種暗殺流的啊 我會 從後面偷敵人啊 這樣才不會說全部的位置都被抓到 也沒看到人 不然想說他們不會衝過來 我開戰了中間 哦水哦 隊友蠻準的哦 直接倒一個 直接收他們一個 一個隊友倒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哎 上面是不是 我看到人了 前面有一個 有一個是 風狂的血腫要怎樣 哇看你打錯了 OK倒 痛啊 先補一下 哦水哦 OKOK很好 剛剛第一場呢 他們是被空拳打到啊 所以第一場有時候輸啊 不要緊啊 因為有些玩家會裝至上全數 我先買一些凝膠 啊 完了 不夠買了 哦 要1700耶 1887要1700 哇 可能要再打一場 我看這場有沒有贏啊 如果贏的話呢 錢比較多 我應該不用拿MP5了 我就直接拿湯普勝就夠了 手下你不拿了 哎 剛好隊友要撿的話 給他們撿 好 加油加油 第二場 等一下看可不可以下一場買散彈槍啊 看一下哦 體驗在哪 哇 中路三隻 先跑先跑先跑 直接被發現 我幫你有沒有看到我 最後一個 等一下 凝膠先架 哦呦 跳起來散彈槍是不是 先繞路吧 這個已經知道我位置了 我靠底了 哇 右邊在打我 超痛 哎呦 水哦 裡面有人 比如跑過來了 他在補血 OK 其實收 裡面還有一個 哎可惡 我以為他會出來 嗨 收 最後一個 這邊 哇塞 哇塞 他拿了187 快快快 撿他的槍 OK 不用 不用買了 不用買了 我有這把槍了 好 有鸚鵡了 凌膠這些先買一買 呃 九個凌膠 手槍不用了 超多 好 好我們這場先來試一下 新的塗裝啦 蠻期待啦 好 只要隊友不要 隊友不要跟著我呢 獲勝機率比較高啊 你們未來遇到我 真的不要跟著我 因為我是暗殺流 我必須一個人走 一人行動 我如果死掉就算了 不用救我 我先看這邊有沒有後人來 賭一波 有人有人 有腳不生 嗨 哦 水 兩發就倒 哇 哇塞 你們看這彈佐點 超漂亮 彈佐點 看起來應該有到 八八九八的彈佐點 所以兩發打起來的話呢 一發如果 十三的話 這樣算就一百多嘛 乘以九的話 欸前面開戰 所以他兩發打身體 也是會倒哦 只是說你要看你打的 位置夠不夠夠廣啊 就是說 打到的 他的那個 身體好像多不多 欸贏了 我剛剛想說直接來 哇這場也太快了 隊友蠻強的哦 好 OK 3比1 這應該最後一場吧 這場也就沒了 所以我要趕快試一次 欸 我就當湯普森就好了 因為其實 我會建議散彈槍搭一把步槍啊 因為湯普森缺點就是有些玩 有些玩家會跳屋底 或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很會打不到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是要玩一八八七 或是湯普森的話呢 這兩把槍摺一會比較安全 因為這兩把沒有辦法 辦法打到很遠 就步槍可以打到很遠啊 沒看到敵人 這邊應該會有人衝過來 沒看到人 然後試一下槍 剛才試到一個 欸左邊開戰是不是 喔敵人在左邊啊 左邊左邊 應該全部往左邊跑 我看到一個點了 欸 槍身 欸 哇塞 這什麼人 好吧 我沒有想到這邊會躲一個人 好 我們看到隊友吧 隊友加油 糟糕 沒關係啊 這三個隊友應該蠻會玩的 應該是可以啦 我這樣也沒測到 我可能就要再打一場 剛才只殺到一個而已 我七殺 哈哈 哎呦 看起來 獲勝機率蠻高的喔 每個被打到慘了 沒有表現的機會 欸 你們剛剛看到殺傷力 他這個就是沒有裝塗裝的 哇 對方是有裝塗裝兩發一個 有沒有看到 哇完了 哇塞 糟糕 該不會要輸了 哇塞 欸他們兇起來了喔 這個是有拿那個鸚鵡的 就是熱帶鸚鵡 這名字其實蠻奇怪的 熱帶鸚鵡 所以我還蠻喜歡死亡天啟塗裝 N1014化妝死亡天啟放 好 我們測一下 竟然就在多為一場 加油加油 不要被反敗為勝 好來來來 認真殺一波了 我只拿這一把 因為我沒錢了 我都一定會買防裝 因為防裝在這個模式裡面 團隊友非常重要 看你可以扛幾槍啊 先看一下中路吧 看不懂走中路 我現在沒有凝膠 不然我凝膠會架中路架一個 沒有人 右邊有可能 我看很多水移放過的 車庫上是沒有人 等一下喔 我們隊友都守在家 喔有聲音 有聲音 有聲音 我從未先關 出來出來 出來出來 有人有人在跳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跑過去了 這邊一個 掰 仰發一個 喔 水喔 拍馬跳出來吧 哇 隊友倒 等一下 等一下 哇 有人丟手在 這邊有一個 走 看來1014 走 哇塞 不錯 真的很猛 這近戰真的是暴力神 神槍啊 真的蠻暴力的 這樣打71滴 有人 最後一個 先加銀架 他在銀架後吧 那個銀架後 先把銀架打爆 喔 隊友直接收耶 帥喔 哇 你們看這破銀架也很快耶 銀架兩發就差不多快爆了 三發爆 欸隊友沒救到 我先救一下隊友 欸兩個隊友都還活著 等一下我先救一下 先救一下隊友 OK救到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這把槍吧 喔 九殺 OK 九殺 MVP 這把槍真的是蠻可怕的耶 我覺得現在是近戰的暴力槍耶 就是 他的那個殺傷力太可怕了 只是這把槍下缺點就是他的射程降低 因為1887我之前有分享過嘛 他就是 有時候敵人在比較遠的地方可以打到他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那個屬性啊 好 屬性呢 在這裡 傷害跟精準都是提升一格嘛 射程降低啊 所以說在打遠的時候呢 就 哎呀 好邀請不好意思先取消 就打遠的話呢 就沒有像之前那麼的 可以追殺敵人一波 有時候是補尾刀啊 因為這把槍之前很多玩家說 很好補尾刀 是真的不錯 因為有時候敵人隊友把他打到殘血的時候 你這個只要打過去一發他就死掉了 因為 好多人邀請 他是散彈槍他是 散撞的 然後再來就打得遠 所以他可以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這把槍其實我剛剛有在打一場 他的時刻的話 他大概彈左點會有到九個彈左點 就是你在拼槍的時候呢 算是蠻好使用的啊 然後他主要就是兩發子彈 所以說你要在關鍵時刻呢 抓到你那兩發子彈剛好打到敵人身上 A1887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點就是 你第一槍打到敵人身上 第二槍的話 抬槍打敵人的頭的話 基本上直接收掉 在沒有這個塗裝的狀況下也是可以的 我在之前的另外一個狗牌模式有測試 就是 只要兩槍 一槍打身體 一槍拉起來打頭的話 基本上一定死 所以說A1887沒有這個塗裝的話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啊 然後增加了塗裝以後 你就變成說要掌握他的距離 再來就是近距離的話兩發 他的傷害會比較高一點 比原本更高 所以說呢 是算是蠻實用的一個暴力槍枝啊 就推薦給大家 好啦今天主要呢 就實測一下這把槍啊 真的是蠻猛的啊 我相信很多喜歡玩散彈槍的玩家們 應該會 趕快去抽這把槍來試試看 今天就網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天影片的話 可以幫大家喜歡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一些叫FIFIAL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主頻道 父親頻道跟玩具頻道 連結到影片下方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